很久没有跟TC坐在一起录视频了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录一期我们两个一起的 而且这一期是重磅炸弹 TC他决定要分享他的收入 他的工作收入 不只是分享他现在的工作收入 他准备分享他过去10年每一年的工作收入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期视频 可以帮助那些对科技互联网行业感兴趣的朋友 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行业 飞马龙可以赚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帮助你做更好的决定 我本人是大概10年前加入的互联网大厂 刚开始加入的时候 做个是business analyst 然后后来转成了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全职加入互联网大厂之前 我其实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 所以我们就从实习开始 2012年我在互联网大厂 做financial analyst的intern 平均工资是19到一个小时 年化的话就是4万美金一年 是我在科技大厂做实习的第一份工作的收入 好像比我高一些 我怎么记得我当时在亚马龙实习的时候 还给我17块钱一个小时 是吗17吗 我还在纽约呢 你看一看就是分享出来了 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嘛 对不对 有利于大家这个谈这个salary吗 对不对 我记得当时我做完实习转成contractor 因为当时我们组没有还看转成contractor之后 他们也就给了我20出头 后来给我涨工资涨到28块钱 我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2014年大学毕业全职加入互联网大厂 第一年收入是7万6千美金 然后这个7万6千美金 我们讲的是total compensation 包括了就是说当时拿到的现金和股票 在互联网大厂的total compensation 就相当于其他行业的薪水 然后当时我做的是business analyst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些产品经理 提供那种数据分析 帮他们做更好的产品 我在这里就超车tc了 就挺神奇的 因为我们俩其实是同时 几乎是同时 同一个月进入的亚马逊 当时我第一年是contractor 因为我们在纽约没有headcount 我加入亚马逊做了一年的contractor 等于我也是14年正式入职亚马逊 然后14年正式入职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年contractor 我老板觉得我可以从相当于亚马逊的L4 升成L5 所以他招我的时候 直接就给了我L5 所以我L5进入亚马逊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了 我记得是12万的年薪 牛逼牛逼牛逼 我要回去再看一下我的offer 我记得差不多就是12万 就是total compensation 超车了 2015年我还是在做business analyst 薪水还是7万6千刀 然后这个7万6千刀 就是大家进这种互联网科技大厂的时候 其实前两年的工资都是被定下来的 就是你刚加入科技大厂的时候 基本上就定了你前两年的工资 除非就是说你之后升职了 或者你转了一个岗 比如说从什么business analyst转成产品经理 你才有很有可能 就是有很大的工资个调整 不然基本上前两年都是定下来的 所以我第二年基本上也没有变 7万6千美金 虽然说我们total compensation没有变 但是我们两个还挺幸运的 就是我们两个入职亚马逊的时候 亚马逊的股票是300块钱 300吧 对 然后他就是亚马逊在未来的五年 基本上就是每年的股票都涨得挺高的 所以说我们到手的最终的工资 还挺就是每一年每一年比都还挺让人开心 好那就是2016年 2016年全部价钱是11万美金 刚才小特讲了就是说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股票在涨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2016年的时候 我从business analyst升级成了senior business analyst 就是高级商业分析师 因为这个升职 因为股票在涨 再加上我当年也从business analyst转成了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他本身的这个薪水要比business analyst要多一点 所以2016年的薪水涨成了11万 可是我还是在12万 还加上股票涨了一点点 然后2017年继续就是说因为去年升值 因为股票继续往上涨 薪水是14万美金 我觉得2016年和2017年应该是我最爽的两年 因为我们在亚马逊的package是4年一分的 所以14年15年是前两年 前两年的股票占比没有这么高 而16年17年的股票占比已经开始往上升了 然后16年17年股票亚马逊股票涨得非常好 总之就是碾压TC嘛 碾压TC 2018年工资涨了21万 然后2018年主要工资涨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股票涨得好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升值了 从产品经理升值成了高级产品经理 因为这两个原因 2018年工资涨到了21万美金 2019年我的工资是30万加币 也就相当于是23万美金 这你想说的是当时我2019年的时候就是说有个这种机会 就是说每个产品经理它都有相对应的程序员团队 当时我的程序员台段是在加拿大温哥华 我就去了加拿大温哥华工作了一年 当时的工资是按 就是说你在这种科技大厂 很多大厂都是前一年决定你后一年的工资 就是说2019年的工资是2018年决定的 2020年的工资是2019年决定的 所以因为我去加拿大这一年 其实第一年没有被全部反映出来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其实我工资因为我去了加拿大 跌了很多 我们之前也做视频说过 加拿大的工资跟美国的工资 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差别很大的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见 那我是2017年生的高级产品经理 所以我18年和19年的工资 就是拿了高级产品经理L6的工资 再加上当时亚马逊的股票 已经就是涨到了差不多2000 所以当时的收入确实真的非常好 大概我的年收入是25到30万左右吧 牛逼牛逼牛逼 好2020年从加拿大温哥华 搬回了西雅图 连薪20万美金 这个2020年就是这个钱比2018年还要低了 就是因为受去了加拿大一年的影响 加拿大什么都好 基本上什么都比西雅图好 就是钱真的是少很多了 就是一个硬伤 那2020年的时候小秋已经裸辞了 所以小秋的收入已经回到零压蛋 所以当时2020年裸辞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经济影响确实是还是还是还是有一定的啊 但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的经济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在意我们两个没有结婚就是我们两个的收入全是分开的没有说 在一起所以说这只是对我自己的打击和你对你自己的打击吗 好2021年工资是23万美金 和2020年有所增长 但是其实还是受当时2019年一年去加拿大还是有影响的 这里主要的增长是因为就是回到美国以后 然后受美国工资往上调了一些 然后从2020年的20万变成2021年23万 那小秋的工作收入还是零压蛋 好2022年2022年的收入是36万 2022年的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2022年当时就是说员工的这个市场非常火 就是很多互联网大厂都会给很好的offer 然后为了就是留住他们自己的员工 很多互联网大厂也是给自己的员工加了很多钱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2022年从我从那个新的product manager升上的principle 这也是当时一部分就是掌控这个原因 所以2022年是36万 散花 然后2023年 2023年的收入是42万 2023年这个收入继续往上涨 主要还是因为就是2022年的升值 以及2023年相对于2022年的股票 那个价格有所回升 这是2023年收入有所增长的原因 但是大家还是要知道就是亚马逊的包括很多科技大厂的工资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股票占比的 所以说如果股票跌的话你的工资就跌 股票涨的话工资就涨非常受股市影响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听到的这个数字 只是一个就是大概的数字 很难告诉你就是一个真的确切的数字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这过去10年 我在互联网大厂已经干了10年了 不可思议 10年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工资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时选工作的时候 其实不仅是去这种互联网大厂 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比如说consulting之类的 但是当时真的是选了科技大厂 因为觉得就是发展会特别快 然后现在回想这个决定 我觉得真的是做的特别对 因为你刚开始加入科技大厂 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种non-tech 不一定工资有多高 但是随着这个公司的发展 以及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公司 然后working really hard 工资提升的真的是会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 就是说对那些在考虑加入各个行业的人 starting salary很重要 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和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 其实是会更多的决定你未来5年至10年的工资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 你加入了这种大公司 不管那个起点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你很肯干 只要你非常愿意去学 然后就是put in the hours 我觉得最终都是会有收获的 通过自己一个努力 然后实现就是说在美国可以立足下来 然后第三点呢 我想说就是说 最终你来这种互联网大厂工作赚钱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又更加个说明了 就是说建立副业的重要性 就是一方面如果哪天你决定 你就是说不这样继续折腾自己呢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被动收入的一个来源 另外一方面 你哪怕想继续在这种互联网大厂 科技大厂继续做下去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有自己足够的这个副业收入的话 你在那里工作就可以完完全全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你想把职场变成一个修炼场 让自己有更好的心态去提升自己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 更加个增加了就是说副业收入 被动收入的重要性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 我们的教育环境 就感觉公司收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我们只有这条路去一个好学校 找一个好工作 然后不停地升职升职升职 之所以我会选择辞职 然后我们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说我们如何做副业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 就是工作收入 工资收入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们希望去探索这种不同的选择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把我们的学习 把我们的成长 把我们发现到的不同的选择 也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可以尝试 这些不同的选择 可能有更适合你的 可能有让你觉得更开心 更自由 更符合你内心追求的选择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频道 能够把这些信息 把这些能量带给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 越走越开心 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想要建立副业 想要和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找到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且帮我们视频分享给你好友 我们祝大家都 收入年年涨 富业快快飞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